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汉液的养生 这大致来讲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用科学操作型定义的方法来看 我们所看到的现象跟我们要去介入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它要有数据再来回馈让我们知道说 它到底有没有改善 还是只是大家用猜的 那这个其实是中医几千人来最大的问题 历代就只有几少数些人可以掌握这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它的无论万物问题都是主观的方法 那这种主观的方法其实在过去 科学不发达 没有办法 可是在过去200年科学发达之后 西医就远远的超过中医了 可是呢西方医学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它就先从虎克发明显微精 然后各种不同的解剖学 这些都是看得到摸得到 然后听得到 现在什么MRI啊什么乱 对 各种 它其实MRI这个已经拿到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个MRI 然后这个CITICAN 都是用中医的望诊导导导导导的一个极致 就可以洞见脏腑了嘛 那它是用这些科学现代的方法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早的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是轮寻的放射线 放射线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说 轮寝发明放射线去看到那个骨骼之后 很快到一个月之内 全世界都已经有这个方法了 可是呢 一样的道理 我们中医 一直都没用这些科学码来介入 甚至是我的老师王伟公教授 他发明了脉疹 到现在只有少数人 大概不超过十个医师在用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事情就是说 怎么透过科学的方法 让中医拿到更客观更有效的方法 这就是我 为什么 从毕业之后到现在已经写的第四本书 就是一直希望透过这个科学教育的方法 来让更多人 享受到这个科学 汉医的这个成果 是 我们讲汉医或是中医 刚刚你也提到万文问切 把脉是很重要的 对 那 但你这个书也提到 12个经脉 那一般的中医都乱把一通 或是根本只是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怎么给他看病 那怎么开药呢 这个就是非常 我们不敢讲出来的事情了 就是说 其实 从1971年尼克森访问中国之后 是 全世界掀起一个针灸热 因为呢 中国政府让尼克森去看一个很可怕的手术 犯了 患肺的手术 全程不用麻醉药 只用针灸麻醉 你可能回去说 但认为这是国安问题 因为中国掌握了一个黑科技 他都不知道的 所以他其实派很多学者 跟中国交换 譬如说北大的寒基层院士 他是跟NIH跟哈佛做研究的 他们在找什么 就是针灸背后 就是经脉 可是经脉这个题目多能研究 中国政府从第七个五年计划 到现在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都把经脉当作核心的题目 可是在前面 十四五计划之前 都是失败的 因为用西方方法根本找不到 其实他就是中医跟西医 最大的差别 就是中医为什么有一个黑科技 是因为他背后掌握这个 经脉的秘密 那这个秘密其实说真的 不要说一般的中医师 就连中国最顶尖的这些科技 科学家 因为我在世界上 到处研讨会跟他们交流 他们也觉得说 你们台湾 他整个私下讲 你台湾这方面真的做的不简单 我们已经在二十年前 就用这个科学仪器 去量测脉疹 量测经脉 而且每个人都量 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来 每个病人见到诊所 我们都量测他的经脉 用脉疹去量测他的经脉 这样已经累积了上百万笔的数据 那王卫工教授那时候怎么会 他怎么会做这些事情 这个事情是 人就是有他的这个 所以在年轻时候受的这个教育很重要 他就是那种忧国忧民的人 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想要解开这个大的题目 可是大学的时候知识是不够的 然后他后来到美国去留学 这个John Sarkin 的生物理博士 那他也想要从神经 那时候最流行的题目是神经的传导物质 他也想从这边去了解中医的五行 后来发现到第六个神经物质 那不是五行 也不是 那他就开始在想别的方法 结果有一次他在一本书 就是魏林云教授 是教大的教授魏林云教授 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针灸科学的技术 里面的最后一章他提到他用个压力感 就是去量测血压波 然后再用弗力分析的方法去看到 他整个背后的分析的结果 但是魏林教授没有发现说 原来这个结果背后跟经脉有关 那王教授因为他自己本身 他受了科学的训练很扎实 因为他是生物理的博士 他就把这个数据稍微做平衡了一下 之后就发现他后面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结果他就把他原本在神经科学做到 投稿在science这个等于最高的领域的这个研究放下来了 他完全开始做中医这个领域 然后他就去看到这背后的秘密之后 一样一样一篇一篇的论文 去找出他后面的科学基础 那我就在那个时候 1991年左右的时候遇到他 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 我在中央研究院去参与他的研究 看到这个非常精神的现象 那王老师他那时候他的实验室需要医生 来做这个医学的研究 那我们班四五十个人在那边参与 每个人都觉得很有兴趣 可是王老师说你要不要来做研究 没有人愿意 因为大家都要去当医生了嘛 只有我傻傻的 我就跳下来做这个 然后呢我也见证了整个王老师 在这个科学的过程中 他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临床意识的代沟 就他现在知识领域差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到时候还在去念 台大电机所的医学工程博士 就是这个之段的知识是需要去补足的 那我就在大学八年 说是两年之外 再去台大电机念了七年的博士 才把这个事补起来 那原来最重要的是 他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 叫做傅利叶分析 这是在拿破仑时代傅利叶发明的一个数学 人家说如果数学的数都烧光只留一本 要留哪一本 就是这个傅利的分析 他的多重要 几乎所有电波电子 然后通讯甚至金融 现在所有的分析都用这个数学 所以他好吧 就王维公教授后来 就是发展出所谓 你刚讲的卖什么乙 卖枕乙 就是他是怎样 他是放在人哪里 他放在人的劳动脉上 就像我们把卖一样 只是呢 我们用一个压力感测器 电子压力感测器 去取代人的手指 那现在的压力感测器 已经很进步了 他可以去看到人 摸不到感受不到那个震动 非常高的频率 大概人 历时斜坡大概在 10赫兹到12赫兹左右 那是人很难感受到的 可是呢 现在这种设备 设备是完全普及 是 你树里也提到说 主要就是心脏这么小 才能带动那么多的血液 是因为共振的关系 共振的关系 12个筋模都有共振 对 这是演化上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 从植物开始 单细胞变成多细胞之后 它要解决什么问题 它要解决运输的问题 那运输问题 其实一开始用扩散 效率很差 但是呢 从植物 用维管树还可以 长大树 可是呢 到了低等的动物跟高等的动物说 这样就不够用 它巡团系统就要开始发展 然后就经络 就一条一条增加出来 在低等的动物大概 这个六条七条 到人的时候 大概就到十二条 所以人是万物之灵 所以我们常常 像人家说你少一根筋 就是猴子嘛 被我们关 少一根筋就关在 猴子有多少 大概十一条 这就差一条 差一条 OK好 那到底怎么样来测 然后测了以后怎么样 那当然这个 郭医师 郭博士 在这个书里面 其实你胆子也很大 你几乎把所有的中医师都给骂了 这一般人 这个我们 他们也会 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但是说真的 因为我们是科学家 我从西医来做中医的时候 我们西医的标准就是说 我看到什么 就讲真的 所以得罪很多 我现在 我现在也很后悔 说我当初 这个没有问量攻减让 还好我们不是要选总统 所以我们不用 不用那么担心 但是我们科学 有没有反过来攻击你 还是都不讲话 这样说好 公开的没办法 因为我们都是科学论 我们都发表在国际的期刊 可是私底下呢 一定觉得我是怪人 为什么呢 我挡人家财路嘛 那这本书挡更多人财路 不是只有挡综医财路而已 是因为这本书告诉你 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检测 所有对你身体有影响的方法 那这个影响更大了 甚至更加这本书想说迷思 大门迷思从哪来 是从商业对医学的介入嘛 那这个大到一个药厂的介入 到小到一个这个食品的宣传 他其实无所不在 是好到底细节怎么样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想问的是郭玉成博士 郭医师他是 你是念西医 然后再去研究中医 对 科学汉语的两生 其实西医都看不起中医 对 像沈富雄 哎不相信那个 我从来不相信那个 每次跟我 我昨天去这个去干嘛 哎不相信这个 那基本上就是 我怎么讲呢 我就是说按照你这本书的讲法 就是说很多的中医 其实就是 他也不知道其所以然 他可能他爸爸 他老是教他一个方法 他就这个方法 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用 或者那时候用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台湾有个非常有名的 要叫牛樟枝 牛樟枝 说可以治癌症 可以治很多病 可是呢 对我们来讲 我们做医学研究的人来讲 我们就发现牛樟枝 你要把它先标准化 标准化之后来谈说 它可以治什么 那我们已经找到标准化的 也要知道 他要怎么治 所以我就发现 不是每个癌症病人 都可以吃牛樟枝 因为牛樟枝是个大寒的药 他是要肝活很大的人 他才可以用 通常是说治肝癌嘛 对 或是喝酒 谈到喝酒的人 他们说吃了之后 吃了之后 比较不会醉 但是呢 这种方法都是没办法 客观的 我看过喝酒的人 结果他肝已经没办法 火气大起来了 很低了 你再吃他更可怕 所以吃牛樟枝 久了会怎样 四肢都冰冷的 因为他是一个极苦寒的药 那这种药性 在古时候只有这种修炼的人 他才可以理解 可是我们现在很简单 用科学的方法去量测之后 就知道他的结果 而且这个结果是很有趣的是 从低等动物 我们像老鼠 到人 到兔子来测 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经脉是从演化以来 他共同的标准 好吧 那到底牛樟枝 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关键不是在大家讲的什么 什么三铁类 不是 其实这个跟以前的磷子 有共同的有趣的地方 他真正有效 其实不是他本身的物质 而是代谢的物质 磷子也是这样子 并不是我们要去吃 他的磷子里面的成分 而是他的大便 他的代谢的废物 牛樟枝也类似是这样 所以到最后 其实牛樟枝要责用最有效 其实是要他培养的那个环境 产生出来旁边这些物质 那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得到的资讯 那吃牛樟 牛樟枝那么贵 现在尤其那个野生的 非常贵 根本就不用野生 但我们已经知道 他是作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他要作用什么作用 我们就可以把它标准化 这就是我说的科学的汉衣 他本身的精髓就是 他必须要从物质的层次 一直到临床层次 都必须要有 操作性定义 也就是科学的方法 比如中医的东西 比如说冬蟲夏草 牛樟枝 你刚刚讲灵枝 这些 那我当我相信用 用科学方法一定可以做出来 就把它做出来 就不是化学的方法 合成等等 但是他们一直说 还是野生比较有用 那到底野生比较有效 还是其实合成的一样 这就是关键的 任何一个本草 它里面的成分 可能有几千种 可是它真正作用是哪一个 根本没有被弄清楚 而且它作用是什么 就像我讲的一样子 它其实有好多成分在里面 有些成分是知这个问题 有些是知不知这个成问题 所以为什么 中医一定要科学化 因为我们其实讲的 不要讲说这些民间在用的药 甚至是用了几千年的 比如说黄芹 黄芹我讲一个 我们台湾野药公司 把它变成学保 专门给癌症病人吃的 从黄芹面提供的成分 结果它吃了之后 第一天非常好笑 病人会觉得精神大症 吃第二次效果差一点 第三次就没有什么效果 至少它已经被存化了 知道说这个成分 它的药效是这样 可是呢 到最后其实身体是动态的 就跟打仗一样 你比如说癌症的病人 他癌细胞他也是活的 他跟你在打仗 你一个军队打进来之后 他第一集打到他 第二集他就跑了 所以到最后为什么要分经脉 就是因为身体 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动态 我们一定要有个科学方法去量测 经脉就是个动态的生理学 那这个生理学 其实它难就难在于 我们看起来在时间上是动态 可在频率领域的时候 他就变成是静态的 那为什么我得去学电机 这个数学就是让动态的时间领域 转到频率领域变成静态 那这个讲起来很玄 可是200年前西方科学 就是这样建立了整个电波 电子电信的一个事业 那因为你这边讲一些例子 比如针灸 你说有些耗诚专家 针了一大堆 就乱枪打鸟的意思 或是中医师一般都给他开 三种五种处方 那你只要单方就够了 两三种药 不需要搞每一个药都很 很复杂 一大堆 然后吃一大堆 反正也许有一种打对就打对了 那到底是 现在为什么这样搞 那这样有没有效呢 那就跟我们讲的武器一样 如果今天 我能够很精准的发射一个飞弹 从美国就打到了这个伊朗 那他需要三枪打鸟吗 他不用嘛 他最重要是背后他有一套 完整的GPS系统 定位 其实我们经脉就是身体在做定位 在演化上他其实就把人分成这个66等份 他每个等份能去调控他 那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一套GDP 就是 这个GPS就是人的经脉 从低等的植物开始到动物都有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这个方法 在古说学把脉 我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提迎救父 他为什么去救父 他救谁 救救他的爸爸叫纯医 他爸爸纯医是个名医 可是纯医为什么会被关起来 因为他就医术太好了 他在齐国帮齐皇看病 结果无往的太太生病 叫他到 从山东跑到江苏去 他晚一天到齐皇的太太死了 他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之后呢 要判死刑 结果那时候是汉文帝 汉文帝他是明君喔 结果汉文帝就把他抓到长安来 还是关在大老里面 叫太尉去问罪 通通记录在死记里面 就一个一个问说你怎么学会的 他说他是跟龚承阳靖学的 龚承阳靖你怎么跟他学 半夜要盘巧进去 为什么他的儿子 龚承阳靖的儿子不让他来学 都是秘传的 但是龚承阳靖也不嫁到的儿子 为什么 而且学不会啊 那你看 不止龚承阳靖是汉朝 到了清朝 夜天室也是跟他说 儿子说你说不聪明 不敏捷就不要来学 学不会的啦 那这就是科学的障碍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都变成千里跟孙中耳 但是到家的神通 要修千里是少数人才学得会的 拔麦也几乎是这种神通啊 你拔的会等同是会的神通 我为了学拔麦办的多老师 到最后是老师要先看你 这个会根啊 没有会根他根本不想教你 但是现在有科学仪器 之后每个人都有千里演出和能力 每个人都可以拔麦 那些老师怎么看有没有会根 他凭什么来判断有没有会根 很简单 他其实就是 像我学拔麦是 一个被人来 我把老师在把右手说我把左手 他有换过来 我把左手他把右手 然后待会老师再问你说你拔到什么 那通常第三个月前都拔不出来 什么都一样 只有那个有麦跟没麦而已 大家三个月之后 你慢慢才会通电的一样 才感觉到老师讲的那个细腻的部分 开始出现了 可是那才是刚开始 那只是看到麦的形状而已 可是背后他有一套麦整的原理 那就从内经难经 齐薄皇帝传下来的方法 那个方法就在王老师的研究里面证实了 原来他就是谐薄的叠加 那个提音救护里面有讲 就是一个个逼 后来他都讲了是吧 逼他就讲了就是 他的逼他太未来问清 他后来不是被放出来 是因为他秘密都交代了嘛 所以医生张中 你后来为什么那些资料 那些进方资料就是 宫廷政府传下来累积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以前的综艺也是 厉害的人都不太传就是了 是不是这样 没办法传啊 因为呢你可能 一辈子只遇到一个学生 是学得会的啊 你看那个 华佗好了 他在狱中里面 快要死了 他只能写下来 然后要传给一个狱卒 叫他拿出去 那个人连拿都不敢拿 所以要学也不容易 要找到好的学生也不容易 我待会再跟你讲个有趣的故事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郭玉成医师啊 郭博士谈科学汉液的养生啊 把脉 其实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嘛 最基本的 因为他就除了万文问协 从把脉来判断你生什么病嘛 或者是要有没有效嘛 那那么难学就是 非常难 我举个例子好了 历代会把脉的医生 其实都一定非常出名 因为他躲不住的 像我就跟两个老师学 两个都密医 那都关不住 为什么每个病人都是满满的 密医 那两个医生都是 一个医生是早上五点起来看病 八点休息 为什么八点卫生局上班 他就OK 他就打烊 大家就默契就是 你上班我就不要看病 那另外一个老师 他是更有名的 他一把脉就是 癌症长在哪里 长多大 这么厉害 那这个人首付还带他 他再去给他看 然后他也教很多学生 但没有一个学会的 那我去学的时候 他只让我看一次 为什么 他已经被包牌了 什么叫包牌 有人出了一千五百万 让他只教他一个人 其他都不能学 那结果 那没学会 他学会了 但他不会开药 我怎么知道这事情 隔了六年之后 有一天我去首付他家 他跟我提出 你认不认识一个梁医师 我说不认识梁医师 我没有影响 他说Ad 我就想起来是谁 就是那个包牌的人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就帮我问他说 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开病 他说没有了 为什么 他说他出来开业之后 学会了之后出来开 把卖很准 他开药 他不会开 他不敢 他不会说他开不会 他只有说他收支费都没有要来 就没有病人 后来就关了 他跟我也是一样是西医 来转的 他也学会了 他把卖也可以知道 癌症在哪里 可是怎么治 这是关键 所以到最后更难的是什么 卖疹只是个入门而已 怎么样才能够 根据这个卖去开药 那这个方法就是医圣张仲敬 在一千七百年前 累积了从存义他们以来的 这些汉朝宫廷的秘方 禁方知识累积出来的 我就想说中国人那么多 孙中山有四亿 四万万 四亿 现在十四亿 那也是会生病 那怎么会越来越多 还那么多人都没有病死 没有什么瘟疫啊 什么都死掉了 这就是说 中医在这里面 他累积一个非常宝贵的知识 这套知识是有用的 所以你看 毛泽东他很多实验是失败 所以他毛派本身里面 是在左派里面是最激进的 留下很多记录是 他只要试过大家都不要试 那唯一一个成功是什么 赤脚医生制度 赤脚医生制度 用一个人五块人民币 就照顾一年 这个在第三 这个在世界联合国卫生组织 是被 评价为是典范 就第三世界典范 一直到现在 其实他还是个极端的 就是说你资本主义国家 你根本医药 你看韩国现在变成 已经罢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到处一定要剥削人力 然后要否则这个资源 没办法累积起来 那古巴跟以前的中国 他们就是使用这种 所谓毛派的方法 他就是把医生 变成廉价劳工 他用的方法都是最简单的 那他的用方法是什么 其实就是中医 那中医里面 为什么可以有效 他就讲到最基本的嘛 就是把经脉顾好 为什么 人会长寿跟 会死亡 其实我们做的研究 就是看到 他是经脉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等于效率变差 就跟罗马帝国 干上升肺 往下走 干火变大 肺越来越虚 其实很容易解释 你肺越来越虚 你无论在安宁病房看到的病人是这样 或者是我们从零岁 一直到九十九岁 我们去记录 他也其实成见这样 自然的死亡跟生病死亡 都重见同样的现象 更重要是我们这个工具 就可以拿来诊断 一个病人他是不是老化 我们就先知道 所以你看 牛章痣为什么有好处 他会把降肝火 他某种程度这样老化减少 可是问题是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啊 像小孩子绝对不能吃 因为小孩子寒气 太受不起这个寒气的 不能受苦寒的 那有些人 像很多女生也没办法 他越进来就冰冷了 他吃的人当时更冰 那这些一定要诊断 诊断之后你才要用药 更重要的是 他不是只有看一条肝经 他必须很多条肌肉都看 那这有谁能够做得到 能够拔到这样的麦的人 我知道都做骨了 为什么 太累了 你这样一把病气也都过来了 你等于跟病人共振 病人的病气都跑到你身上 会这样子啊 当然啦 所以医生都不能看多病人啊 太多病人其实你看 医生的课 医生的频率寿命都比较小 比较低 而且是他看什么病就得什么病 对这很奇怪 为什么 这样说啊 不要说你是肝肝 这个专门看肝胆的病人 你接触都是那些肝胆病人 他的共振会 他的这个能量 会传到你身上来 他的频率会相应啊 那更不用讲精神科 你每天都跟这些精神病人在一起 你当然就 你也怪怪的啊 为什么 他影响到脑部的循环会受影响 我其实看我在台大 那个医学院很多 后来当精神病医生的 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怪怪的 他在去选那个 就选他 救赎自己啊 这个病人就怪怪的 他当精神科医生 名医 后来是很有名的医生 因为他可以看得到 别人看不到的部分 因为他体会得到 所以我为什么来当医生 因为我身体不好才来当医生啊 我为什么从西医来做医生啊 因为我这种病是西医看不好的 因为没有到那么严重啊 你说你在台中医中附近找了一家 一个中医就帮你调养 你高中就找人调养 我国小就开始调养 所以我国小就一直在认识医师 然后跟医师学 然后跟他跟他讨论 以前身体不好吗 因为我一岁的时候 得的白吼差点死掉 可是呢 虽然用血清救回来 可是身体都一直不好 那西医是不能够处理这个 调养的问题 所以就开始找中医 调养就改善啊 所以才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些都改善了 都好了 那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在 你说说很多人说过敏性鼻炎 早上发打喷 你说并不是过敏 是因为 你的阳气嘛 你就跟那个潮汐一样啊 你晚上的时候你的军队都收回来 就威气收回来了 那你这些是不是都被占领了 被维生物占 等到早上你是不是阳气上升 等于你军队要派出去巡逻 你就把一个把他收回来 一样的道理啊 是跟那个脏草退草是一样的啊 那同样的 你看我们比年末里面是IGA 这些都是一样 他就像飞弹一样 他一定要长潮来 他才供应得到嘛 等于你的循环 配重啊 军队到这里 你才能够收复这块尸土 否则你打下来说 你待会退兵了 海盗又来 就跟明朝的海禁一样 你既然要海禁 那当然这些都是让国库占领啊 好吧 你这个书里面有很多 一般很多观念 比如你主持人要吃饭 你一个人便秘 你给他开药以后 他还继续便秘 你就跟他吃几碗饭 他说一天吃两碗 你说太少一天要吃四碗 饭因为纤维的关系就是 不止 他不只是最好的膳食纤维 他更重要的是 他本身每个地方的主食 是他跟他演化有关 他身体要产生 他要在这边活了下来 比如说我们台湾 以前是藏力之地啊 这地方怎么能够住那么多人 是因为刚好 改良的稻米嘛 屏东可以一年三熟 这个地方的地气就适合这个谷物的生长 那你吃他才会活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你种小麦看看 台湾有个地方叫麦了 那是市产的地方 结果呢 不会成功 为什么 小麦的根都会烂掉 腐败 因为太湿了嘛 那他在这边都不能活 你吃他会活 当然要到干燥地方才适合长 那才适合吃嘛 所以这个局域北为止 就是这个意思 那讲到吃饭这个事情 真的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我有一天跟首富吃饭 他看到我吃饭说 你怎么可以吃饭 我说当然要吃饭 不然不会健康 我说我已经两三年都没吃饭了 结果那餐他吃饭说 我吃饭好幸福 结果你看他花那么多钱 在做健康的产业 就连吃饭的幸福都 都享受不到 这真的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奇迹 为什么 台湾现在米越卖越少 对对对 剩下以前的一半 大家都不吃饭 说吃饭会胖嘛 结果这都是笑死人 到底怎样 最可怕的谣言是说 吃饭会得糖尿病 那去看数据 我们用米的量已经减少到一半 如果会得糖尿病 糖尿病减少一半 糖尿病已经增加到几倍了 为什么 其实我讲一个现象 你就可以理解 以前一百年前 台湾的首富是卖米的林家 现在是卖米果的菜家 为什么 所有利润如果不从米 这个最便宜又利用最大的 转出来 食品商要赚什么 那这也是为什么食安问题 永远都不会断的原因 因为你本来一个食物 在台湾这么湿的环境 湿热的环境 本来最容易出问题就是保存 所以呢 当硕化记忆发生的时候 大盘立刻出来讲 而且在自由时报的社论里面讲 他说怎么可以不放 会坏 不行 三天后立刻改口 说这是小盘商家 那我跟你讲 如果小盘商为口味而改 他不会在大盘 在那么大宗的时候用 因为你实际上去了解 我们的面粉 一年只有两批 一批在北美 一批在南美 每一次都半年一批 他的传承就是要三个月 那三个月 已经变成卖面粉了 他怎么不会坏 那我的病人 他是台南的面粉的大盘商 他跑来给我看病 他一听到我这个问题 他就说 可是我们家都 也是这样 几十年都这样 说你爸爸怎么死 非还死 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 你以前没有工具 你不能了解 你现在有工具 量了之后 原来这个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要带解决 可是到最后 其实最难解决是什么 当我们把标准都拉到这么高的时候 其实很多行业都不能做 你也不准让他吃水果 上次我访问就这样讲 你还是这样认为 是的 这样说好了 你如果譬如说 你到旧金山去 你就要吃水果 太干了嘛 你到大陆去也太干了 但是呢 那个地方能不能产水果 很难啊 除非他给他很多水 那台湾刚好相反 台湾到处都是长水 我家以前就种水果的 所以台湾人很多生病 是因为 这个地方刚好湿热 他盛产的水果 你本来身体就湿热 你又吃他 就断不了根嘛 所以其实我现在学聪明了 我不要禁止病人吃水果 我跟他说 你生病的时候 治病的时候不要吃 平常无所谓 你好了再吃嘛 但是好了 你如果吃太多又再回来 那现在病人就不会恨我了 反正他觉得说 我爱吃水果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等到时间到了 我生病的再回来找你嘛 水果应该是不是也有干食之分呢 水果都是水嘛 所以他一定都是湿沁的 这是最麻烦 湿有湿热 有寒湿 但是呢 他因为湿烯是最难去掉的 因为湿烯就是 所有生存最重要的条件 但是太过了之后 就反而长 比你更会长的细菌微生物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绍康 我刚为什么想笑 这本书讲了很多事情 都是很得罪人的 科学汉医的养生 郭宇成医师 他也是郭博士 因为我弟弟是北医牙医的 但是服病医的时候 不管你什么医 通通要去干 另外就是实习的时候 比如在三种实习 那三种实习 什么科都要轮 妇产科也要去 儿科内科科都要去 他讲的就跟你叔讲的一样 到了晚上病人来了 不敢炒组织医师啊 这病我没看过啊 但是急诊来了 急诊就是小医师在嘛 哪有组织医师做急诊医师 没有嘛 这还奇怪的 很多病都在周末 或是晚上来 因为很多人来找我 所以你们介绍什么医生 我说你们白天不生 为什么晚上生呢 为什么周末生呢 大牌医生都不在了 那怎么办呢 每个口袋 每一本像药点一样 在那边翻 看这个药 完全不敢去打电话 给组织医师 他把他炒起来 他明天就不会生他了 明天就骂他嘛 所以你的同学 一晚上就看死两个人 就看死了 就看死了 死了就死了 死了 而且他实习医生就搞死了 那这个制度有问题啊 晚上很多紧急的病人 跨基诊 都是实习医生在看 那这搞什么 所以我们当医生到处 我们自己的亲人生病 我们是要挑十层的 那怎么挑呢 他病啦 最好不要那个 不然的话得打电话去 都要 为什么要打官收电话 去要拜托 我最印象之后 我实情的时候 我学长打电话来跟我说 学弟啊 麻烦你帮我check一下 我的 这个朋友 姑姑 他现在一步一步 他 他不质疑你 他只跟你说 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你帮我check 诶 一个学长对一个学弟 这样好言的说 你这样 因为他太了解 他知道 他这样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说 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居家的工具 让你知道说 你不要等到 嚴重了才看病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开发 这个居家的经脉血压机 就是因为 太多时候 你需要医生的时候 医生不会在你旁边 那怎么办 你应该在前面做预防医学 所以我们才费尽千辛万苦 去到处募资 包括郭台铭也投资我们 国发基金也投资我们 这个YouTube的创办成统 就是做那个 就把做个居家型的血压剂 然后里面 就可以跟卖者合在一起 就可以把卖了 然后你得到这个数据之后 你就可以 跟你的医生做客观的沟通 那你刚才讲说 你们已经 好不容易从王威公到 后来你们改良 所以用的中医师不超过十个 为什么不用呢 他把卖把卖人把不准 根本用这个医生就知道了 没有到时刻是王老师那个时候 因为他不量产 那我现在量产做得比较好 现在有四十几个医师在用 四十几个医療院所在用 在我的系统 那你说都是主任才用 一般医生还不能用 对啊 因为他们中医 反而把它当作是一个秘密武器 因为 他这个是可以拿来升等写论文的 那 在医院里面能升等写 要能够写论文才能升等 所以每个人都 把它当作是 除非你是我的敌传弟子 我才教你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 觉得这种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量产普及了 问题是 这个 最难就是 开始要推动的时候 每个医师都觉得说 我本来这种就好好的 我要加一个东西进来之后 最痛苦是什么 我加进来之后 看到我每个我都是错的 最好不要看到 这是最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 大部分能够接受 这年轻的医师 他刚开始 他没有太多错误的习惯 他从零开始 所以我每年都不愿其反的 跑到台中去教我的 的这个学弟 每年有一百个中医 学次后中医学生在上我的课 我都看说中医已经科学化了 所以下次人家在跟你说 中医不科学 你就要问你自己 是不是用科学化的方法 那事实上科学化的方法 真的帮助很大 我为什么 我在台北市 其实我两年就开业了 而且我很快就 门庭入市 为什么 我用科学的工具 所以对我来讲 那些 我有个老师 很有名 赵茂老师 我大概去跟成 一年之后我就大概知道 老师哪些病可以治 哪些病不能治 所以我跟一年之后 我继续再花两年 只是在review而已 但是呢 其他人 到现在都还觉得 老师都是对的 但是呢 张布老师 跟我们 王老师做研究 最清楚是要说 有个客观工具 多重要啊 那像我 我问了什么 能够把医生张仲景的 这些知识都融会贯通 是因为 我有工具 这些病人 会不断的出现 那用科学方法 超出一定 他出现第二次第三次 你就懂了嘛 可是一般的人 他跟老师跟整的时候 他一年 可能看不到一次 而且他不决定 那是对的 那这个就是 中医他一定要 赶快用科学方法 来建构他的教育体系 其实根据你刚讲 又分成两种 一种说 我能不能 这个 鉴定出他什么病 判断出他什么 有生病以后 要吃什么药 对 那要吃什么药 又是另外一个学问了 这个其实在医生张仲景 他为什么叫做医生 是他把两个合二为一了 嗯 那我为什么能够 那么快 把这两个合二为一 是因为我 看到张仲景 他写书里面的秘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得到他的秘籍 他那本书写完之后 一百年后就失散了 结果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 他四十六代孙把他拿出来 然后 拿给一个左胜的名医师 他这个话也没有名 但是他跟这个医师交流 你就不要跟他说 这是真本 你会被笑的 果然没有说 他拿出来之后来信的人都被笑 甚至 包括中国大陆 他主管这个中药的这个王雪胎 他来台湾 特别找我去圆山饭店 我只跟他讲一件事 就是说这本书是真 他跟我说我们中药已经开会过 这是假的 你不要再讲这件事 你会被笑 但是我就说 我还是会继续讲 就是我这个更新就是这样 别人说是 但是我 虽千万人 我只要有客观科学的知识 证据显示 我宁可跟别人讲不一样 我要讲真话 那我刚讲真话 这句真话 就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因为每个人 如果这本书是真的 那现在教科书是假的 或者不全 那怎么跟学生交代 可是事实上 你只要学这本的人 你很快就进入状况 你会全部都看得到 可是这就是你就知道 保守的势力是最可怕的 那我们这种改革的人 就是都会得罪保守势力 可是呢 你不能因为主力大就不做啊 因为呢 我本身是这个 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我有私心我都不要讲 那我当然变成是 名利双收的人 用古代的方法 可是中医就永远都是 像古代那样不會进步 因为张仲锦 他以前就在数序里面 1700年前 每个人就是各成家计 忠实顺旧 他绝对不会跟别人 share 可是科学的精神就是 就是你必須把你看到的東西 用科學的方法呈現給別人 就是我在做的啊 還要在期刊上發表論文 對 而且告訴別人你的秘密 還被人家criticize 那這個事情誰要做 對不起 科學就是這個系統 他就是鼓勵大家這樣做 好吧 現在這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你覺得把脈還是關鍵嗎 很關鍵 只是你現在用機器把它分析出來 然後再來開藥 中藥真的有用是不是 有用 但是你要把成分弄對 所以更重要的是 我剛才講橘子到了北邊就變紫石 但是呢紫石反而才比較有藥效 他是用在特定的疾病 那什麼時候用 脈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在張仲綺的書裡面 都想得清清楚楚 那這些其實都有 神總奔道經這些經典在記載 可是以前看不懂 因為他全部都在講 是頻率領異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我現在把出一種病 我給你吃藥 然後再看脈診有沒有改善 就看得出來 而且我們的指標可以看到改善 人死亡的過程中 從健康生病到死亡 是亂度越來越大 脅迫亂度越來越大 可是你治好的話 他亂度會收斂 那我們治病就在治這個 如果你用對著中醫 西醫 或者是各種方法 他就會收斂 邁向的亂度 亂度就收斂 脅迫的亂度 是所有的經外 還是某幾個經 為什麼要有歸經 他每些有些要是影響特定的經絡 他有特殊性 那最難就是你要把這些規則都弄懂 那張仲錦就是這樣的天才 他把他全部融會貫通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那麼最後一段 我們要請教郭玉成郭醫師 你是不是一直講說 要保暖 保暖很重要 保暖那麼重要嗎 很多人也不 體質有熱啊 有涼啊 有的人也不保暖啊 喝冰水啊 像坐月子好了 西方坐月子 根本就什麼生孩子下地子 所以你看俄羅斯跟義大利的美女 年輕的時候那麼漂亮那麼苗條 中年之後每個都發福 就是媽媽桑 那為什麼保暖那麼重要 台語以後就是諺語叫做 清休看夜吃飽 其實他是很有智慧 因為從整個經絡的原理來講 他其實是為了能量的 有效的運作 那你一旦失溫之後 你能量運作就最糟 那更重要的是 人類是裸圓 人類是鋪鋪鋪動裡面沒有毛 那為什麼要這樣 就跟我們的電腦一樣 你要散熱做得快 你才能夠有最高的效率 那其實最大的表現 就是在我們的腦部 那一旦你不保暖 其實大部分那些人 其實腦部的供應就會受影響 那這個就為什麼一定要保暖 保暖是讓你的心臟負最小的代價 怎麼樣保暖啊 其實最簡單 你就穿衣服穿到你手腳是溫的 不要是冰的 這是主要 就一旦手腳是冰的 那有的人體質 特別女生 經常摸到 這個就是關鍵 這個在中醫中 為什麼女生特別多 張中錦就叫做四逆 四逆湯 有這個四逆湯 就是因為心臟沒力 因為大部分女生 尤其瘦瘦高高 那種漂亮的美女 都是很多的二肩半脫垂 所以從西式開始 為什麼西式捧 因為他二肩半脫垂 那這樣的人 他當然循環的效率差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身體透過循環系統 建立的十二條筋脈 是必須要在循環系統 沒有問題 之下他真的好好運作 否則他的效率就變差了 那保暖是讓心臟負荷最低的方法 讓他的共振損耗最小 所以這個保暖 其實很多的學問 所以台灣俗語講說 三代才懂得吃 三代富過三代才懂得吃 富過五代才懂得穿 穿衣服的學問非常大 我們現在是很幸福 我們現在有各種材質的 什麼cash miller 還有這個babycash miller 都買得到 但是呢在古時候 很貴就是了 撕 你光拿撕 只有達官貴的人 才穿得起撕 一般人穿什麼 馬啊 連扁都穿不起 那這種 包括知法 這些都是西方紡織學 他們很高 像Zenia 他就是知法特別 那這些其實對你的身體 的保暖 跟你循環的效率的運作 都有很大的作用 那這個其實都是可以測出來的 韓國瑜一直堅持說 他晚上睡覺穿襪子 我試了其實很不容易 體質不同的人不行 因為呢 如果你是要散熱的人 你反而你穿襪子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手腳都是臂環 跟頭一樣有三個臂環 他是用來散熱的 跟這個控制他的這個 要血管收縮 讓他不要散熱那麼多 那有些人他身體虛的人 他腳都是病的 他不穿襪子 他絕對不會暖 他也睡不好 所以的確人的體質是 不過你的書也講說 病人問你我是冷還熱體質 你好像也 不能只講冷熱 冷熱只有兩個 但事實上人有十二個經脈 十二個經脈 多少分氣氛跟血氛 那就分多少 二的十四次方了 所以你怎麼可能分一種體質 所以一旦你分一種體質 含跟熱 譬如說牛腸汁 你說牛腸汁是含的 要給熱的人吃 那有些人他根本 不是乾淨熱啊 新火熱跟別的熱他沒有辦法處理啊 所以為什麼要分那麼細 是因為 經脈有十二條 尤其到了人 人跟這個 植物不一樣 西瓜只有幾條而已啊 但是人有十二條 你不能只有說人 如果人只有一條 你就分寒熱就可以 問題是人好多條 人有十二條 那是不是這樣講 常常有些人就是很熱 然後呢 衣服穿很少冷天 那是不是就是熱體質 不一定 剛好有時候是相反 很多人他其實是受寒的時候 身體是借發熱發壓把他趕走 結果你把發熱發熱當做是 很討厭的事情 結果你永遠都好不了 所以那些過敏氣傳人 其實就是因為他都怕熱嘛 結果每天把身體打開 結果為什麼 微生物都進來 那剛好是演化這樣需要的 瘧疾就是這樣傳人 瘧原床他就算好讓你身體去發熱 為什麼 他要讓蚊子 感受到你的蚊子看不見嘛 所以要感受到你的身體體溫高了 他才來盯你 才盯得到 這就是演化上的惡性循環 這事實上講 你從來不打疫苗的 流感疫苗也不打 那個COVID-19也不打 你們家人也不打 都不得病為什麼 你把循環系統調好了 就跟免疫 疫苗做的作用一樣 疫苗是在讓你的免疫系統 拉高他的作用 可是問題是 你不能只拉高一樣啊 就像我們現在為什麼免疫的這個 負災 是因為你過去三年 都拉高在對付 新冠病毒 結果你其他都沒有了 因為你把軍隊都派出去 守東邊西邊 南邊北邊都空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是不打疫苗 像我小時候就不打 白猴疫苗 差點死掉了 如果現在這個流行 這個疾病很強 有自治性疾病 你這樣要打啊 可是他如果沒有自治性疾病 你就要衡量 他跟其他疾病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疫苗 是什麼 是腸病毒的疫苗 可是我們沒有 因為腸病毒在台灣 是會致死的 需要什麼 登革熱的疫苗 這都還沒開發出來 所以其實很多疫苗 他其實背後是政治經濟學 那你怎麼樣讓你保持免疫強 剛才穿衣服就很重要 你要把表面裸原 最大的弱點保護起來 當他把這個身體的體溫 拉高的時候 他的免疫系統才會運作 否則當一旦 你的身體變冷的時候 循環系統變差 你表面的軍隊 就像我講 已經退兵了嘛 你這個橋頭堡已經 撤手了 敵人當然 我會就進來佔領 所以你要維持保暖 就是為了你的循環 能夠恆定的 固守在這些地方 你的免疫系統才能夠 好好的運作 除了這個以外的 吃飯 喝粥 喝水 你這時候講 白稀飯很重要 很重要 張仲錦一生命 他 諸葛亮去舌戰群主 就講說他老師 對於虛弱體質怎麼治病 先趕他吃白稀飯 讓他的腸 脾胃先癢起來 肺氣先癢起來 之後才開始用藥 才用針 不能夠一開始就去攻 那一定 沒有 沒有體力 然後兵敗 所以這些 在整個醫生當中你的書面 都有詳細的記載 我們只是用一個科學工具 去印證他的智慧而已 那你這個書主要的目的何在 我 出第四本書了 越出越簡單 為什麼 後來發現 真正能夠都幫助的是 一般的 大眾 我們一開始出很難的書 以為要給那些醫師看 中醫師看 他們其實都有他們的立場 跟他們的這個價值取向 你跟他講不堅定的進去 可是你一般的人 他需要這些知識 他立刻就能拿到來幫助自己 更重要的是 我們如果大家 在這個健保體系 大家都浪費 大家都生病 不要說浪費大家都生病 那到最後健保一定會垮 2028年就是一個難關 我們如果大家都少生病 把這個錢存起來 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才能夠真正的維持 那用你這個 叫什麼 賣 那是怎樣 自己測 然後就知道哪個比較弱 你就像一般量血壓一樣 他只是量血壓之後 再多量 一分鐘的血壓波 然後他分析這之後 他從你的血壓波 再分析完之後 他就知道 你十二經脈 氣血虛實 虛的你就把它補起來 實的就把它卸掉 這是基本的道理 那你做不到 你至少知道說 你現在是不是平和的 平和就不用擔心啊 就像我很多病人 他半夜 欸 不舒服 他傳來跟我說 他原來要能不能繼續吃 可以就繼續吃 不能就趕快來看醫生啊 更何況有些病人 他是根本 平常不看病的 到了假日去玩完之後回來 才生病怎麼辦 要不要趕快掛急診 一看 就能夠處理 所以這個 某種人又是找我自己麻煩 半夜一堆 LINE要收 欸郭醫師你幫我看一下 看一下 但是至少比以前好 以前我六日不看病的時候 根本這些病人生病怎麼辦 他只要去掛急診 掛急診我們知道 很多事情是不能夠被處理的 那更說 很多事情是 不是急診可以處理的 那這些其實是中醫的疾病 那我們當西醫的時候很清楚 像我台大有一個醫師 他一天到晚介紹出神病人來 他就說這不是西醫的病 你去看過醫師 然後每個來都一拿雜症 但中醫 在西醫是一拿雜症 但我們中醫來看 他就是很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 我們講 他是動態 時間上是動態 到的頻率是靜態的 所以在西醫越複雜的病 到中醫來講是越簡單 同樣的 中醫越複雜的病 其實西醫來講 他本來就是從實驗的人來看 就很好處理 所以一定要相輔相成 一定要中西整合 所以在你們就是開藥就是了 開藥 我也研究雷射針灸 我也可以用雷射來針灸 也可以用針灸 也可以用電針 也可以刮殺 可以把關 各種方法 其實只要讓他亂渡收斂了 就是好方法 那這種方法其實 一般人都做得到 只是你有沒有工具 去知道你做的對不對 因為呢 刮殺 按摩 這些每個人都會的 問題是 你做的對不對 以前沒有人跟你講 現在這個工具 你可以自己看 就刮完以後看有沒有改善 你先量一次 然後再刮完 再去看 亂對有沒有收斂 收斂就是對的 那還沒有收斂的地方 你就要再想辦法 那這個方法就變得很簡單 那當初毛澤東他的 視角就是這樣 他用這些簡單的方法 大家去自己照顧自己 就很省錢啊 結果你如果什麼事情都要用 什麼子指治療 貴死了啊 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更重要的是 那個還有副作用 那個副作用 就變成消費型經濟 永遠循環都 看不好的病 看不完的病 但是呢 醫療廠商賺反了 問題是 根本就不是當醫生的 原來的初衷 好 謝謝 郭宜成醫師 來跟我們談科學 歡迎的養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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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